這間店實在太棒了 希望少一點人發現它 所以絕對比較公開地址 最喜歡這種 只有自己這樣子 摸黑然後隨便早上來二樓 這間很適合晚上夜遊 而且傍晚的時候 真的是個很好走的地方 這種爬滿了樹藤 而且又是非常老舊的風格 非常好走 一路很多這種就是小的復古的店 很多這種很有個性的小店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一些 每個店就很融合 它其實是非常有台灣的味道 台灣的味道就是非常的混合 混搭式的 然後很多這種古董 它有那種像日本昭和時期 昭和時期的那些家具 所以鐵窗 我其實蠻討厭 可是這種就是幾十年前的鐵窗 特別好看 它這是復古式的 現在也沒有師傅會做這一類的鐵窗 因為它是有幾何的圖案 而且它是屬於60年代的鐵窗 這是一間手作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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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多這種Vintage的衣服 這風街它有趣的就是 因為它跟附近的居民算蠻融合的 就是非常屬於台灣式的這種混搭法 建築有一些是歐式的 像你可以看這個陽台 然後還有它的鐵窗 也是以前的那種復古式的鐵窗 它不是那種好像我們現在做的 完全就是不鏽鋼的 然後非常的 就是現在可能也沒有師傅 能做出像這樣子的工具 我們把台灣的鐵窗都做成像這樣的復古式的 那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人覺得 台北市的市容會很醜 因為現在會覺得醜 最主要就是鐵窗它缺乏設計了 像是以前咧 以前的古老建築也是這種挑高式的天花板的 很多景色可以拍了 它是古老跟融合 而且就是它保留了之前的特色了 有各種的建築物 還有很多理髮廳 書店 這裡的咖啡店都比較早打 所以只好是白天的時候來 但你也不要太早來 有些好像中午才開 我想原因可能就是因為這邊有住戶 就盡量不要吵到這邊的居民 這又是兼排隊名店 藝術家都可以畫腐朽為神奇 繼續走 原來是水煙吧 不然我就想說裡面有人可以抽煙 旁邊有個雜貨 是台北跟香港結盟的店嗎 所以你也不會覺得說是完全像日本的 它也要像是融合以前像歐洲 歐洲的一些小燙 然後加上日本的一種感覺 總之這就非常的 算是真的是台灣很特別的這種混搭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復古創新 然後中式西式日式 各種的 各種的一些文化元素在裡面 現在到馬路上囉 現在開始就變得比較潮囉 這樣往 星光山越那邊走 在台北很少能夠散步散熱 覺得很開心的 班聯車 幾號星星